把这些看着来看后面的两个模式 一个是墨航 一个是编辑 我们先看墨航模式 那墨航模式呢 还是最前面的 依旧是怎么进入怎么推出 那么在命令模式下呢 进入墨航模式 我们可以输入冒号 当然不是绝对的冒号 还可以输入斜杠 斜杠也可以进入墨航模式 但是斜杠的作用呢 比较局限 如果用斜杠 进入墨航模式 那么这块呢 用它是用来做这个搜索的 ESZ 那么退出墨航模式呢 三种方式 按一下按两下ESZ 还有呢 删除全部的输入字符 两种方式 ESZ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具体在里面有打击操作 给大家看啊 首先第一个要看的是 保存操作 也就是写操作 称之为叫write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有两种用法 一种呢 是直接冒号 注意啊 这是小写的啊 称之为叫小不溜 小写的 它不一样啊 大的比它大 大的叫w 小的叫小不溜啊 冒号 小不溜表示保存文件 保存啊 然后呢 输入冒号 空格 加路径的话 那这就是 另存了 那么保存和另存呢 效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保存就是在当前文件基础之上进行保存 那另存呢 是指将当前这个文件 在其他的地方 再存一个 在其他地方再存一个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两个文件了 一个原始文件 还有一个就是新的一个另存的文件 这两个不一样的 那么两种写法 一个是冒号小不溜 另外一个是冒号小不溜 加路径 这个了解就可以了 主要是以上面这个为主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里面来 冒号 严格区分的东西啊 所以不要搞错了 它是小写的 当按回车之后呢 后面有一个提示 以写入 以写入就表示 已经保存好了 以写入就已经保存好了 这是按下之后这个效果 第一个槽子保存 第二个退出 退出呢叫 Quit Quit退出 Quit 那么输入冒号加小Q进行 退出 那么在这一块呢 有一个点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如果说被文件进行了相关的修改的话 应该先保存还是先退出的问题 应该是先保存再退出 那肯定不能啊 是吧 肯定不能啊 我们刚才是已经做了保存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冒号Q是可以出去的 但是如果再打开他 然后呢 你把当机上给删了 这时候没保存吧 冒号Q 让不让你出去呢 不让你出去了 看提示啊 以修改 但尚未保存 意思就是啊 你如果想要退出 你得先保存 括号里还有一句 或者呢 你不用保存 可以加上感叹号 强制执行 啊 冒号Q 改的号 强制执行 那么所谓强制执行呢 意思就是刚才所做的操作 不会做保存 啊 这个呢 就像 我这个我的文档 我改了 然后呢 我没保存 我要直接给它关掉 现在我有三个选项 保存 不保存 取消 哎 那我们刚才Q 改叹号相当于什么呢 不保存 啊 相当于不保存 啊 那你要保存的话 就得先冒号W 小不留一下 然后再冒号Q 点取消的话 就什么都不做 啊 点取消就什么都不做 啊 所以这一块啊 搞清楚 我们要退出 得先保存 如果做了更改的话 得先保存啊 好 那么既然 说每一次退出 如果做了操作 我需要保存的话 那 相小不留 再冒号Q 有点麻烦 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块去写 将冒号 小不留Q 保存 并退出 保存 并退出 两个 共用一个冒号 冒在一块 啊 冒号 小不留Q 保存并退出 冒号 冒号 小不留Q 直接呢 就保存 退出了 啊 好 那刚才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探号 探号呢 表示强制 表示强制 退出 刚才所做的修改操作 不做保存 啊 探Q 探号 啊 那这一块呢 呃 有这么一个问题 呃 如果说我要输入一个 冒号 小不留Q 呃 再输入一个 感叹号 觉得这样操作有意义吗 啊 这样的操作没有意义 因为已经保存了 你再强制 强制啥样 啊 强制不了了啊 所以这个操作是没有意义的 哎 你也不用说冒号 小不留探号 这也没有意义 啊 这个探号呢 一般就只配合Q来用 啊 好 前面四个呢 都跟保存退出相关 哎 保存退出相关啊 然后第五个 第五个呢 叫搜索和查找 搜索和查找 搜索呢 使用的是斜杠 使用的是斜杠 啊 也就是说 他进入到 这个 这个 末行模式呢 不需要输入冒号 直接按斜杠就行了 啊 当然呢 你输入冒号加斜杠 也是可以的 啊 但是没必要 啊 直接 直接呢 输入这个 斜杠就行 啊 就能够实现这个搜索 那搜索指令怎么执行呢 非常简单 输入斜杠之后 会进入到 末行模式 然后你要搜什么 你就写什么东西 啊 加上关键词就行了 啊 例如 现在我们之前搜过root 是吧 所以root高亮了 那现在我不搜root了 我要搜什么呢 我要搜这个 呃 如果说你搜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会怎么样呢 他就会告诉你啊 找不着 啊 找不着 那找不着 他就没有东西高亮了 啊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啊 UUCP 嗯 UUCP 行 那么搜索结果呢 在我们肉眼看的话 应该是有三处 目前的光标呢 是定位在中间这个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对应的按键 来快速的进行 上一个搜索结果 和下一个搜索结果的切换 切换的时候呢 按下的键是N键 有大小之分 啊 大N表示往前切换 小N表示往后切换 那现在在第二个这个位置 是吧 我按了啊 他就会跑到 第三个位置了 哎 你再按下N的时候 看最后提示 你查找到文件结尾 再从头开始继续查找 又到结尾 又从头开始 啊 这是上下期换 按大N呢 就是刀过来 按大N就是刀过来走 啊 上一个下一个期换 其实这个东西啊 在这一块 也差不多 这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 哎 就和这个感觉一样 啊 上一个下一个的一个切换 嗯 只不过呢 他这个鼠标点点 我们那个呢 通过指令来的啊 啊 第六个操作 第六个操作呢 叫替换操作 这个操作里面呢 涉及到了四个语法 但是呢 前三个 可以忽略 不计都可以啊 计最后一个就行了 因为前三个语法 用法有点反常 就是一般我们不会这么去用它 啊 第一个呢 叫冒号S 斜杠 加上要搜索的关键词 斜杠 然后呢 要替换成的 因为这个操作是替换嘛 所以先搜 再替换 它表达的含义是 替换光标所在行的 第一处 符合条件的内容 再想一想啊 斜杠 把下到现在了 有没有哪一次用替换 说指替换光标所在行的第一处啊 肯定没有用过 以后你也不会这么用 啊 第二个叫冒号S 斜杠 搜索的关键词 替换的内容 后面加上一个G 表示替换光标所在行的全部内容 那也只是当天行啊 咱们要替换 一般都是全部替换 不可能说是替换那一行吧 是吧 所以这种呢 也很少见 好 第三个语法 冒号百分号S 斜杠要搜索的内容 斜杠要替换的内容 它表示替换整个文档中 每一行的 第一个符合条件的内容 这个也应该没用过吧 啊 以后也不会用到的 啊 就是他们都有点局限 要么就是第一行 当前那行第一个 要么就是当前行全部 要么就是所有行的第一个 还不行 我们最后一个 冒号百分号S 搜索的关键词 斜杠新的内容 斜杠G 表示替换整个文档中 所有符合条件的内容 这种应该用过吧 对啊 就是整个文件替换嘛 啊 这个是最常用的 所以呢 四个语法里面 只需要记住最后一个就可以了 但是你一般情况下呢 你把最后一个记住了 前面三个你也记住了 因为最后个是最全的 啊 所以记最后就行了啊 冒号百分号S 小S啊 搜索的关键词 斜杠新的内容 斜杠G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符号 一个是百分号 另外一个是记 百分号呢 它在这里面呢 表示整个文件 百分号表示整个文件 也就是所有行 而记呢 表示全局 global 啊 表示全局global 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当前行的全局 啊 那就是当前行的全部 啊 然后呢 百分号整个文件 整个文件的全局 那就是所有行 所有的地方 啊 好 按例 我们将测入文件里面的所有并关键词改成四个X 所有的 所以是 慢号 百分号 小S 搜 并替换成 1234 4 4 4-G 替换完了 一共是替换了41次 一共影响了33行 影响了33行 啊 那说明有的行里面可能有两个 可能有三个的那种情况 要不然它不应该一个是41一个33呀 啊 行 替换完了啊 效果非常明显 啊 这么多 四个X 嗯 行 那么这里面四个啊 记最后一个就可以了啊 前面三个了解一下就行 一般呢 不会用到它 嗯 好 后面还有两个操作 第七个 这个是需要掌握的 最后一个扩展那个呢 了解一下行啊 第七个呢 叫显示行号 写代码呢 我们经常会看行号 快速的找第几行 那么这一块的话 它有行号吗 它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找的时候呢 不好找 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把行号给弄出来 怎么弄呢 好 冒号 set 空格 NU 冒号 set 空格 NU NU叫NUMBR Number 啊 行号就出来了 啊 行号就出来了啊 哎 有行号之后 看得清楚多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呃 默认情况下 它不显示行号 所以呢 当你保存推出之后 你再进去 它又没了 啊 所以这个行号显示 它只是一个临时的操作 让你临时显示行号 啊 下一次再打开 它又没了 啊 这是显示行号的方式 那不显示怎么办呢 冒号 set no NU no NU no 不 NU NUMBR 没有 啊 当然你要是不显示 你下次打开肯定还是不显示 因为它默认就是不显示 嘛 行 这是行号的显示啊 注意它是临时的啊 只是当前这次操作有效 下一次呢 又没有了 哎 那如果说像永久显示怎么办呢 要像永久显示 我们需要对VIM进行配置 那么进行配置如何配置 在这个地方 将这个文件里面 加上一行内容 将什么 加上setterneu就行了 啊 这个文件位置在哪呢 波浪号下的一个文件 波浪号在哪啊 在哪啊 波浪号表示当前用户的加目录 啊 就是这个前面的波浪号 啊 当前用户的加目录 那么需要呢 在当前用户加目录下 创建一个DRVIMRC这个文件 注意啊 DR开头的 DR开头的 什么文件 DR开头的是什么文件 隐藏文件 啊 啊 这个文件不存在啊 所以呢 打开之后呢 它是一个新文件的行程件 打开 然后我们需要进入到编辑模式 如何编辑 前面我们提到了 i或者a 然后里面写上一行 setterneu就可以了 它有颜色的哦 哎 然后保存 退出 哎 啊 当你再打开 pastwd的时候 当然 这时候我们得去桌面了啊 要不去桌面 你是没法弄的 cd 桌面 啊 焊字啊 算了复制 嗯 啊 然后vrm partwd 有完后了吧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把行号 setterneu neu 给它去掉 是没有了 再出来 再进去 默认就有行号了 啊 这个是永久显示 行号的一个操作方式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vrm的配置文件 在配置文件里面呢 加上一行 setterneu 就可以了 啊 这样呢 它就会永久生效 但是行号这个东西呢 嗯 也不是说 显示就一定有好处 其实它有不好的地方 有不好的地方 哪不好的呢 就是有的时候 你想复制里面的内容 跨行复制的时候 对 它会把行号也复制下来 啊 所以当你想复制的时候 你必须要setterneu no nu以下 然后呢 复制 复制完了之后 该显示你就显示就行了 啊 所以有行号也不一定是好事 啊 最后呢 还有一个扩展部分 扩展部分呢 这块看一下就行了啊 就是我们前面学习的 这个命令模式下的 YYDD 这些东西呢 在末行模式下 它也能实现 但是这个语法呢 稍微复杂一点 啊 不是说实现不了 可以实现 那复制什么 复制十行 复制第一行到D十行 然后粘贴的时候 按下P 啊 是不是 十行 啊 都出来十行了 啊 然后 呃 冒号 开着 然后 逗号 结束 网号 空格 CO 空格 粘贴到的 网号 粘贴到的 网号 这个地方CO 什么意思呢 CO就是copy 啊 就是copy 啊 然后粘贴到的 网号 下面呢 简切一步到位的方法呢 就是 开着网号 结束网号 M Move 移动 啊 粘贴到的 网号 啊 这个是对前面 我们歪歪滴滴的 一个额外的补充 啊 当然这个语法呢 要是能记住最好 记不住的也没关系 啊 其实毕竟我们用前面 那个歪歪滴滴 就已经够用了 啊